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講菲律賓腳軟 打算撤走美國駐菲律賓的中程導彈 另外50年代,蘇聯政府敢與美國進行廚房辯論 見過美國大獲全勝 今日美國政府敢不敢與中國進行電動車辯論呢? 有時覺得這個世界錯亂了 上世紀二次大戰後,美蘇冷戰 當時美國批評蘇聯的事,現在自己全部走去做了 可以由美國NBC新聞網一篇新聞講起 與他的文章相關的新聞片標題是 《中國最貧困省份之一的一個城市如今正大力發展電動車行業》 內容有幾個重點 第一,紐洲是中國最貧困省份廣西的一個重要汽車製造中心 紐洲人口大約400萬,被譽為電動車之都 去年紐洲生產了50萬部電動車 並且具備在這個基礎上翻三倍的強大產能 第二,紐洲擁有人力成本和物流成本雙廉價的優勢 還有原備的工業基礎和豐富的人才儲備 因此在電動車領域形成強大的競爭力 紐洲有五大國有車企 其中包括上汽通用50,廣西汽車集團和一汽集團等等 另外,紐洲還有大約300家企業被陷在電動車供應鏈上 這樣不僅提高紐洲電動車的生產效率 亦都降低了製造成本 第三,NBC認為中國電動車價格之所以這麼便宜 主要是低益於中國政府長期的財政補助政策 從2009年到2023年,中國政府前前後後為扶持電動車行業 投入了接近2310億美元 包括買家折扣,銷售稅減免,研發資助,政府採購 以及配套基礎設施,例如充電裝等等 只是這些措施的施行,才令到很多中國電動車企業 能夠發展到今天的高度 也是生產了大量物美價廉的電動車 第四,儘管紐洲目前生產出來的電動車 主要是面向國內市場 但紐洲車企現在已經開始關注海外市場,比喻美國 但美國與歐洲的關稅長,正對欣切希望走出去的中國電動車企業 帶來不少的挑戰 第五,對於美西方這類加關稅的保護主義行為 中國肯定是嗤之以鼻的 由5030元專案部負責人余宏喬的話來說 美國對華的電動車加徵關稅措施 主要傷害的是美國的消費者 美方對於中國電動車產能過剩的所謂指控 毫無根據 在中國看上來,西方的做法 不僅損害了中國與美西方的經濟關係 而且也不利於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 中國商務部已經宣布對歐洲進口的豬肉發起反經銷調查 而且還考慮對歐洲進口的燃油車加徵關稅 NBC說 廣西的紐洲是中國最窮省份的一個城市 本來已經惹起網民的大力取笑 說事文中展出一座擁有漂亮天際線的現代化都市 這樣哪是最窮的城市呢? 笑得NBC後來都要靜悄悄改標題 內地豐人社區時評人固煙無蟬 當然只出了一個核心問題 他平談NBC文章的主題 說如果廉價勞動力就是做出廉價電動車的關鍵因素 那麼這個第一把交椅根本就輪不到中國坐了 印度、巴基斯坦這些國家的人力成本比中國更便宜 所以應該是他第一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消除了各部門各公司各層級之間很多障礙 為電動車行業的蓬勃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中國人已經超越其他所有的人了 而未西方的人現在在做什麼呢? 他們完全競爭不過中國 只好以所謂產能過剩這些很差的藉口對中國電動車徵受懲罰性關稅 這樣簡直是笑死人 之前說中國公司永遠都不會做到更好就是這幫美西方的人 因為中國這些人這樣又不行那樣又不行 因為那些中國公司是一間社會主義公司 但到如今又開始抱怨中國公司太聰明了 太成功了把產品價格壓得太低了 說的又是美西方這幫人 如今就是當中國在公平競爭中勝過美國時候會發生的情況 時評人孤已冒閒說看著NBC這個新聞的YouTube評論區那些英語回覆 令他不由得想起上世紀50年代美蘇兩個領導人那場出名的廚房辯論 1959年7月美國國家展覽會在莫斯科隆重開幕 圍繞著展覽會展示的各種先進的美國廚房用具 時年46歲的美國副總統尼克遜和時年65歲的蘇蓉第一書的克魯曉夫展開了一場別開生命的辯論 克魯曉夫聲稱蘇聯人只在意物品是否實用對奢侈豪華的東西不感興趣 但尼克遜反駁說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美國人都有選擇怎樣生活買或不買的自由 廚房辯論發生的背景相當有趣 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尼克一號 這件事一度被美國人的國民戰訊心造成空前的打擊 這件事也被稱為斯普尼克時刻 魯曉夫為了盡快從蘇聯人那裏把面子保安回來 跟著就發起阿波羅登月計劃 這個太空計劃大家現在都知道了 但有些人未必知道的是 其實廚房辯論同樣是美國精心設計的 專門為從蘇聯人身上找回自信心和優越感的套路 不同的是阿波羅計劃的全信心 在航太軍事這種高精尖領域補回來的 而廚房辯論的優越感就是從趨勢民生這種日常的細節提供的 雖然克魯曉夫和尼克森一起參觀展覽會的時候 沮喪不搖人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 美國在民用工業領域的水平的確比蘇聯高得多 美國人在展覽會上面佈置的所有商品 尤其是現代化、自動化的休閒娛樂設備 尤其是能夠彰顯出尼克森引以為傲的 所謂美國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庇佑之下所取得的空前繁榮 在美國人看上來,尼克森和克魯曉夫兩個人這場辯論 之所以被稱為廚房辯論,不僅是因為這次辯論發生在廚房 更因為尼克森巧妙地將辯論的焦點轉移到諸如洗衣機之類的交用電器之上 而不是殺人武器這樣的宣傳策略 代表了美國追求和平的發展信念 而反進出蘇聯在民用技術領域的尷尬地位 正因如此,當時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 是尼克森最終贏得這場廚房辯論 雖然美蘇兩國領導人的廚房辯論 至今已過去半個世紀又多了 但不能不說的是,這次結合當下 中美兩國博弈局面現在回味起來 仍然有一種似曾相識的味道 美國正在一條氣地要在航太領域壓過中國 因此不惜一切去推動那個所謂 重返月球的阿爾提尼斯計劃 而中國這邊不方不望,按部就班 一方面大力推進我們自己的載人登月工程 另一方面,中國在電動車 這些關係是民生的工業領域 繼續抵禮奮進 當年蘇聯只有軍事工業發達 民生工業尤其是輕工業 就做得很差 而美國就是軍用民獄 兩隻手都抓,兩隻手都硬 美國還在旗盤之上,唯一不同的 這次他換了角色和換了對手 而中國就像當年的美國 才在這個棋局裡佔上風的一方 太陽底下真的沒有新鮮事了 時評人固然慕善說 如果有可能的話,希望美國政府 可以找到我國的企業 在華盛頓或紐約 亦辦一場中國國家展覽會 到時候,中國這邊的比亞迪 華為、五菱、上氣、一氣、理想、蔚來、小鵬 極黑、小米等新鮮型汽車 全部拿出其實最好的電動車產品 就是參展 最好就是中美兩個領導人 亦可以在展覽上來一場電動車辯論 我們就真的很想看看 面對這場新世紀的廚房辯論 這次美國總統是要怎樣去評價中國 借用尼克遜當年的說話 如今中國是在 使用主義制度的複雜之下 取得空前繁榮 這樣美國呢? 哈勒曉夫當年說他在辯論中輸給尼克遜 但是蘇聯的民生工業怎麼差都好 好歹還有底氣讓美國人去莫斯科開展覽會 美國過去不是很喜歡編造各種爺餘蘇聯的笑話 插曉蘇聯政府玩不起嗎? 現在輪到我們中國人向你發出同樣的靈魂敲問 美帝國老師你何時讓我們開一場電動車辯論賽呢? 為什麼當年蘇聯人這樣 而現在美國人就不敢呢? 另外想說說菲律賓就開始轉態了 菲律賓軍方發言人7月4日說 他們為年度演習部署在菲律賓女宋島的 美國中程導彈系統提風將會撤出 預計會9月歸還美國 他還說儘管沒有在實彈演習中使用過這套中程導彈系統 但是菲律賓部隊已經學習了怎麼用它和怎麼維護這套系統 這套系統可以發射射程大約450公里的標準超音速導彈 和最大射程可以大約2500公里的戰斧巡航導彈 但是如今撤組導彈的行為顯示出 中飛雙方可能在近期降低南海島礁衝突的談判中達成了協議 飛雙方也決定做出重大讓步 菲律賓和中國最近剛剛撕起幾個爭議島礁 發生海上摩擦事件 如今突然決定撤出美國提風中程導彈系統 令人十分啞義 美國之音也報導說 與此同時 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布立盧 7月4日告訴媒體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已經指示軍方 要緩和南中國海的緊張局勢 這樣與中國和菲律賓官員最近的磋商結論方向相符 中飛兩國外交官在7月2日高層會談後 一致同意有必要恢復和重建信任 以便更好處理海上爭端並緩和緊張局勢 菲律賓同時說 將不遺餘力罕為自己在南中國海的利益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菲律賓能否內送到 部署美國的中程導彈不僅激怒中國 要引起俄羅斯的反彈 菲律賓玩大了 第二,中國強硬有用 早前中國用4隻05型大型驅逐艦 去到南海形成包圍之勢 又大量減少買菲律賓的香蕉 菲律賓感到痛,結果就要停了 另外,在石頭台時快評 我們會說到 法國總統馬克龍初選後大落後 極右聯盟首輪議會選舉大幅領先 其他各個黨聯合起來 在第二頓投票也未必能扭轉敗國 法國或進入政治動盪期 歡迎訂戶去石頭台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頭台都有視頻看 石頭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特別是盧社長和我 有關中國的新聞時事分析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頭台 有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